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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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人 去往前 谢谢永儿 很帅气的打扮 其实我觉得女孩 跳这种机械舞 特别有难度 要很有爆发力 你看她长得那么 弱小的一个女孩 展示那么强硬的舞蹈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们来听听评 我用 不用很烂的说话 用很失望的失望 说话去说 我是世界舞蹈总会 负责全世界的 拉丁舞标准舞的 配方化的 总考试官 因为我们要求 是一个标准舞 拉丁舞的一个 基本步话 我就看不出来 谢谢 看到我们的评委之间 也有争论了 包军老师 你要有什么话说 我声明一下 因为我们 去老师一个 是一个考试官 我认为这个舞蹈 从恰恰 和 hip hop的角度来说 popping的角度来说 它 结合的比较完美 就这样 陈老师来 好 刚才这两个老师的意见 我还是倾向于 曲老师的意见 我看到的节目单上是 机械舞和 恰恰舞 那么机械舞 占50分 恰恰舞也要占50分 所以说 如果要打分的话 它机械舞 可以打49分 但是恰恰舞可以打0分 其实我觉得 我 我 今天就是 我是怀这个 慢慢说有吗 其实一直以来 自己对自己跳舞 都不是很有信心 但是 我没有想到 第一次 真正排舞 就是 纯粹跳舞 就会 就能够上 武林大会 其实我自己知道 自己不是跳得很好 而且我也知道 自己不是 今天甚至我很会跳舞 但是 我也有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把舞蹈给练好 所以我当作这一次 武林大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 无论老师给我的评语 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都会牢牢的记住 那 希望 将来有一天 大家再次看到 永儿的时候 我是 大家看我跳完舞之后 我都会说 永儿 这次真的是 是会跳舞的 谢谢 其实我想永儿 不用难过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们的考官呢 是用一个国际的 规范化的标准来要求 所以呢 从他们的眼光来看 也许你的舞蹈 会有一些缺失 会有一些遗憾 但 谢谢乔振宇 来 有请 我们刚刚就说 乔振宇呢 他是专业的舞蹈学校 毕业的 但是 其实已经有十年 没有接触跳舞了 今天 很高兴看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 舞蹈 而且 他跳起来 很有 很有感情 表情也好 身体动作也好 我也是当 在中国 我唯一一个人 在黑池当评审的 有机会带你 在黑池比赛 好不好 哇 Black Pearl 要请评审 把这个舞蹈鞋 送给 我们当中的选手 如果谁拿到了 这个舞鞋的话 谁就想离开 我们今天的比赛 我觉得很可能 是我们两位女士 因为 我们主席一起说 你们回香港找我 真的给了吗 我是很欣赏他的努力 但是我们是 比赛就是 要找个最好的 我 我只能够这样说 我跟你说 比赛要找个 跳得最好的 人 我是最漂亮的 你又弄错了 来 我们看陈老师 另外一支舞鞋 会给谁